首先的话,预设模式 第一个你要做的就是,我们要计算时间 所以我在这边宣告两个变数 两个都是Long,一个Star,一个End 开始结束 再来的话,我用Scanner的方式 建立一个Scanner的物件 让它可以做什么呢? 输入的动作 接下来的话,right的话是一个技术 所以用Int的方式 上面是做一个宣告 底下的话,我们就是读入题目字阵列 阵列有英文跟中文 所以我们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用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应该有五题 所以我们前面这个阵列用五 后面的阵列应该有中英两种对照 所以是二、五、二 那总共十种 我们可以先把我们需要的这个题目 预设模式 通通把它输入进去 00的话就是中文的电脑 01的话就是Computer 英文的部分 将来其实只要做一个切换就可以 反正它的阵列前面都一样 后面的话呢 把0改成1 比如说答错的话 我们可以把标准答案给它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就是 读取这个题目的部分 用二维阵列的方式 这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要去计算时间 那计算时间呢 我刚刚有宣告star 所以呢 我可以把现在的时间丢给star 这个前面有用过 那可以用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这个方法 取得现在的时间 那丢给star 那特别重要是一个long 接下来的话 开始出题 那出题前面有两行的显示 要必须要是 紧将题目中 这个中文词汇 翻译成英文单字 然后呢 输入英文单字答案后 请按enter键 这两行呢 用print line的方式 把它输入 输入之后的话呢 后面 这个题目后面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空一行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切换到 这边来看一下 结果的部分 这边会多一行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 做法是说 你可以再做一个print line就可以 这边再做一个print line 这个其实空白没空白 没有关系 这样应该就可以 换一行 接下来要出题 那出题的话呢 我们就用foam回圈来做 因为总共有五题嘛 那五题的话呢 我们就从ins i等于0 一直到条件的话呢 就是i小于5 就是01234 总共五种状况 i++ 再来的话呢 第几题 那因为它是从第一题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 第几题i++1 好 i++1 i++1